在上一集中,我们看到了昭瑶山上会说话的星星, 唐庭山中令人谈认的腹虫, 以及柳阳山上代表着祥瑞的露鼠等等。 一口气看完了雀山山系的前五座骑山。 今天,我们将继续上次的探险旅程, 一同看看在雀山山系中其他五座更为神秘的骑山和印寿。 现在你们看到的山名为底山, 底山的地理位置在现代有着不同的观点和推测。 大多数学者认为底山可能位于湖南省的林武县境内, 但这只是一种推测。 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任何草木的生长, 形成了一片荒凉的景象, 但是水系却很发达, 山上多水,水是奇特, 且深不见底。 在这寂静的山间有一种生物, 它的存在踏破了这片林静。 鹿鱼形状如牛, 却拥有蛇尾和翅膀的神奇生物, 它们在冬天蛰伏冬眠, 夏天苏醒。 鹿鱼的叫声如毛油的低吼, 回荡在山谷之间, 让人不禁对它充满着好奇。 每当烈日当头的时候, 它们还会躲进水里凉快一番。 传说吃了它的肉可以预防肿瘤和毒疮, 因此它们遭到了无情的捕杀, 鹿鱼的身影在底山变得越发稀少。 底山继续往东四百里, 我们来到了胆仁山。 胆仁山和底山一样水流中毒, 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 尽管水流充沛, 但却并不声张草木。 由于山体无草木覆盖, 且地势险峻, 难以攀登, 所以很少有人类出现在此处。 剧里的主人公是一种叫做 类的生物, 它们外形似狸猫, 却拥有人类般的头发。 更为神奇的是, 类是雌雄同体的动物, 同时拥有着雌性和雄性的生殖器官。 民间传说, 吃了类的肉可以消除人心里的妒忌之心, 它这些特点在山海经当中也是独树一帜。 它似乎在引导我们进入这山脉的更深处, 原来类在这荒凉的山里, 一直守护着这最后的一片绿色。 离开这档圆山, 我们往东再行三百里就来到了基山。 山的南面盛产美, 而北坡则生长着奇怪的树木。 这是一座充满传说的山脉, 它的每一个角落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薄仪, 它的形状如同一只温顺的山羊, 却长着四只耳朵。 最为奇特的是, 它的眼睛并非长在头部, 而是位于背部。 据说, 披向薄仪皮毛做的衣服, 会让人变得勇气倍增, 无所畏惧。 因此, 它也是当地猎人一直向往的动物。 在基山的深处还生活着另一种奇异的生物。 长腹它长着三个脑袋, 六只眼睛和三只翅膀, 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三个脑袋有着三个独立的思维, 却共有一个身体。 它们三经常会因为想法不同互相大打出手, 特别是遇到危险, 需要逃跑的时候, 总是一地壮壮, 因此这种药很容易被人抓获。 据说, 吃了它的肉可以让人不知疲倦, 精神抖擞, 不需要睡眠。 古代的地主老财们最喜欢用它们的肉作为工人的食物, 这样它家的成功就会没日没夜地帮它劳作。 鸡山的伯仪和厂妇, 它们不仅是山海经中的奇异生物, 更是古代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让我们再往东三百里来到这青秋之山, 山下这片水域叫做金水, 水里有种长相奇异的鱼类。 赤儒, 赤儒的身体像条鲤鱼, 却长着异常人脸, 它的叫声听起来, 圣水鸳鸯鸣叫一般。 赤儒虽然长得丑陋, 但肉质鲜美, 细嫩, 很容易捕获。 传说食用赤儒可以治愈皮肤病, 所以它经常出现在老百姓的餐桌上。 在我国古代是一种常见的食材, 但是流传到了隔壁的岛国, 却被当作掌上明珠一样被攻了起来。 说这赤儒是天降神木, 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青秋山巷最出名的就是狐狸, 天下狐妖刺出于这青秋山中, 其中就包括这九尾妖狐。 传说九尾红美修炼一条尾巴需要一百年, 九条尾巴则需要至少九百年, 修炼达到一千年, 方可化为人形。 如果人吃了九尾狐的肉, 从此不会沾染妖邪之气。 但是九尾狐可没这么好抓, 因为它同时也会吃人, 凶狠至极。 最关键的是九尾狐更有蛊惑人心的能力, 它化身打起, 祸乱朝政的故事, 大家肯定都听说过。 人们若想要成功击杀九尾狐, 就必须借助另一种异数的力量。 罐罐, 罐罐鸟呈得像斑鸠, 叫声如鹰儿啼哭, 最主要的是它的羽毛具有神奇的力量, 把它的羽毛佩戴在身上, 就可以避免被迷惑, 这是用来克服九尾狐非常有效装备。 人们为了得到它的羽毛, 不惜一切代价列不抗。 使得这种美丽的生物濒临灭绝。 让我们一口气继续往东走三百五十里, 就来到了整个雀山山系的最后一座山, 鸡尾山。 它位于东海边, 意味着鸡尾山的尾部直接延伸至东海之中。 海边还有很多的玉石, 想象一下, 捕人在这海边捡玉石就跟大家在海边捡贝壳一样。 不过, 玉石可比贝壳值钱多了。 这群人正在做的是一种祭拜活动。 他们祭拜的是这里的山神。 整个雀山山山系从开头的招摇山一直到现在的鸡尾山总共十座大山, 花渡两千九百五十里都归属这个山神所张冠。 她的身体轻盈而幽默, 像是一只巨鸟覆盖着光滑的羽毛色彩斑斓。 但是她的头部并非鸟泥, 而是龙头, 龙手威严而神秘, 双眼炯炯有神, 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山神的四肢强壮而有力, 爪子锋利, 既可以在山间奔跑, 也可以在天空中翱翔, 尾巴长而灵活, 像是龙尾, 在空中舞动时带起一阵阵旋风。 这就是整个雀山山系的山神, 是山海经世界中不可磨灭的神话符号。 在山海经的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广阔。 下一集再见。